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只有法阵 又有一个流失体力 这样黄盖爽了可以出N自杀 还刷了这么多桃 把张辽那是一顿暴打 然后给我们发动主攻击 大大的忠诚 就喜欢这样的忠诚 好 张辽被限制住了 只能顺黄盖一下了 应该是跳了个反 咱们赶紧无限 这样他就偷不了我们的牌了 好 周瑜是忠诚的话 就跟黄盖之王有配合 结果是跳了一个反贼 我们也不能指望太多 那么多无国忠诚 好 金彩手上应该是有红桃的桃子 选择流失了体力 这个孙奔应该是忠吧 孙奔跟法阵相比 可能孙奔更像忠一点 我们看到杀水 杀我们 我那个去 他是反 那这个法阵就是忠了 好 大家看我们的主攻击 你是可以给我们杀 但我们不一定要给你们牌 是吧 好 果然法阵跳了一个忠诚 我们没有初杀 我们不是没有初杀 我们是不能初杀 所以说刚才我们不是不想杀了一个张寥 我们是受制于我们这个切阵 因为张寥打不到我们 我们就不能打张寥 现在我们只能打两个忠诚 是吧 所以说干脆直接弃四张牌 一个大刷牌过 实际上这个武将设计的有点寂寞 我估计按照以前的标准的话 他是应该要被修改的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老徐术 大家都反映他比较寂寞 是吧 所以就把他给修改了 这个武将也比较寂寞 而且是非常的寂寞 看见没有 一把牌用不了 直接弃过 然后弃了 发一些牌 让忠诚来动 就把我们主要是看忠诚表演 然后这个黄盖非常的爽 刷了一个红砂 然后给我们之后 我们又给了摸刀牌 把这个九红砂估计张寥是飞了 好 倒了之后 他是又吃满了牌 又把这个咒语一乐 非常的爽 好 有我们这样的补牌支持的主攻 他反正给我们的砂都是废牌 我们是用不了 好 是吧 但我们用不了啥 咱可以弃 弃了之后 再来发牌 是吧 这也是可以的 好 反正这时候一看 行事不对 跳了个内奸 砍我们一刀 消耗一下我们的牌 我们表示压力不大 好 这两个蓝盘肯定是不要放 你放了的话 只有张亦彩跟法阵需要买单 其他人都不用买单的 好 他既然已经跳了内奸 我们正好弃三个牌 补三个牌 是吧 张亦彩的牌序是错了 他有诸葛连鲁 所以无所谓 是吧 但是他选择突鸡康 结果鸡康一个清闲把诸葛连鲁给顶掉了 不过换了个脏八 这轮用不了 下轮还是很爽的 好 精彩 起个藤甲过 看我们的鸡康要怎么搞 一个借刀杀人 然后再抢了张亦彩的这个杖麻生毛 给了他一刀 然后恢复一滴血 然后让我们掉了一滴血 补了一个装备给我们 是吧 我们就有点弹性了 只剩两个血了 是吧 好 黄盖赶紧给那个发动技能两个红杀 看看能不能把戒斗鱼带走 看样子是飞了吗 哦 没飞 那也好 把鸡康的桃子号一号 那总是好事 是吧 好 还有决斗了 继续 刚才桃子都求了鸡康的了 是吧 鸡康终于再没有了 又一个反贼倒下了 现在我们已经在人数上都不在游游烈士了 已经成为欢乐3v3了 但现在我们是有点要玩的节奏 是吧 这一个灌石下雪 我们赶紧喝酒 只剩一血了 待会我们是可以打孙奔的 还也可以打鸡康 但打鸡康我们肯定是不会这么傻 是吧 打这个法阵倒是可以 我们手上的牌足够多 这个鸡康的恶心之处就在于你没有选择 你只能流失体力 打这个法阵是可以有选择的 好 我们选择 讲了讲 选择打这个孙奔 然后再 先弃法阵一张牌 我们打不了法阵 sorry 说错了 是吧 法阵 我们有加一码 法阵他没有长度 是吧 我们只能打孙奔和鸡康 当然是打孙奔了 好 那既然仗心才也是寒冰剑跟着我们打孙奔 开了个逃义结议给我们回复了一点体力算是 那我们小小的松了一口气 是吧 好 鸡康继续杀我们 我们手上的伞还是足够的 虽然这个八卦有点土 是吧 好 王盖继续来一个9 杀 可能是要带飞孙奔的节奏 这个杀给他换一换 再一个红杀强命 孙奔死了没 哎 很没死 他觉醒了吗 没有 这皇盖肯定是有后手的 再接着一个火宫 孙奔要倒下了 我们只要不被反对方给秒了我们的人头就行 好 这个法阵也不管那么多了 拼命的恩怨皇盖 王盖可以拼命的出杀 别忘了我可以你张大拍呀 卡了吗 这是还是说他出杀出道了 肯定是卡了 这法阵是恩怨他两次 他应该还能杀 是吧 他他故意是自己不知道 不是卡了 这个200级的 这点基本常识都没有 实在是让人痛心的 好 咱们切证是可以拆掉这个姬康 姬康的武器被拆 我们是不能进攻姬康了 我们也本来就不想进攻 进攻姬康 是吧 还不如把它装备拆拆 咱们已经凉血了 这妥妥的终生给我们纯桃子 可惜刚刚 这个皇盖已经搞成这个熊样了 实在是让人有点痛心的 好 这个杀皇盖千万不要死啊 又有个9啊 待会他可以用白狮子发动 骷髅炸降 是吧 好 这个武器格机 白狮子 来 现在来搞这个姬康的话 皇盖的需要有9个桃啊 这样姬康对他欺贤一下 吃个桃又可以炸降一次 是吧 以后然后杖八两张伞当杀的这个牌也可以用来给我们立军 是吧 好 那个姬康继续欺贤皇盖皇盖 皇盖继续吃桃子 继续炸降 是吧 那个姬康算是碰见他的克星了 这把本场最佳的肯定就是皇盖了 唯一的他的缺陷就是不知道被法阵恩怨可以多杀几刀 是吧 这把这个孙亮祖宫比较寂寞 大家看这边基本上咱们就是叛摩期过 这是一个很适合我这种风格的武将 但是确实寂寞了 我叛摩期过 他只是在该叛摩期过的时候 该叛摩期过 该发飙的时候 我也会发飙的 但这个武将就没有发飙的时候 反正总是叛摩期过 偶尔拆牌 补物牌 就完了 当然 这个汇珠还有一个强制掉血的功能 但这局我们没有用上 是吧 毕竟让鸡康掉血 咱这小时版有点扛不住 好 主角爱丽棒棒糖真好吃 感谢他的投稿 好 第二局 我们来看一个丝毫为了忠诚 看主攻是 呦 主攻是一个非主流流程 有主攻记的非主流 那我们选个鼠将 你的鼠将 还不少 看看当当当当 我们选择了鼠将 神舟鱼 是吧 你千万不要说 神舟鱼是无果的 咱们是神舟鱼 已经超越了国际 是吧 主攻是鼠 我们就是鼠 是吧 好 这个来了 齐王咱们没杀 那个刘成一上来对二号位的李如有想法 是吧 那个李如怕摩期过 表示咱人畜无害 好 赵云跳了一个反贼 周泰跳了一个忠诚 哎呀 这样的话 激赵云 HP 赵云尴尴尬了 是吧 碰见克星周泰了 好 咱们这一把牌要上来要弹琴摸 顺一下这个佐词 然后弃牌弹琴 估计是流失体力 这拳掌吊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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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吊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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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草丛当然他也只能决斗草丛 好 李璐来了 估计流程要麻烦了 这是李璐要开大吗 现在内奸已经跳反了 是吧 好 然后这一个拆我来个去 好 补牌补牌 正好咱们需要牌 弹琴 估计要弹琴回血了 这不弹琴回血 感觉主公有点扛不住的 这意思 好 我们是直接 先放了一个小页岩 然后再开始弹琴 是掉血还是回血 故意是掉血 想收人头 因为我们有桃子 是吧 想用桃子 救一下这个主公 到了主公那里 我们只能出桃子救了 看看能不能代飞赵云 反正方说桃子可真多 这一波弹琴收割失败 至少要把这一次夜言加齐 把反正打的是够惨了 好了 现在这个火攻下去 反正感觉桃子已经 好 赵云说他还留着呢 反正桃子还有 还能撑一下 这把吃完了之后 还能吃到我们主公行动吗 因为陆迅这个贝勒 他没有行动力 曹冲被翻面没有行动力 那主公这一行动 他的输出是很高的 是吧 我们是刘成主公 但现在就怕刘成决斗砸脚 那就不好玩了 好 看看刘成要不要来 亲王 哎呀 好 亲王之后没有杀 然后这个决斗被无限 咱们再一个放无限 好 是要收割草丛 看看能不能收割成功 反正放着桃子用尽了 被丢成收割成功了 然后吃一个菜 然后一个酒 杀 杀中了 然后这个礼物也被收割了 就看错了 这内奸没跳法 是我的锅 有时候也说着说着 就就就就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是吧 好了 这位决斗砸脚了 然后是没人欺王 这个佐治还好 手上还有一个桃子了 真是惊出一身冷汗了 我那个去 你不要这么浪 好吗 好不容易打死两个反折 你就这样浪 好 这个赵云在顺我们的伞 是吧 然后再给我们周泰再给我们补牌 然后再冲阵牛鞋 周泰再补牌 这把这个周泰真是把这个 季赵云克的死死了 你看这一补就是一个伞 这要不是补了伞 故意祖宫又死了两次行走在死亡边缘 好 咱们这个猜看样子是要干掉陆续的节奏 是决斗是要往他身上拍的 好 他的联姻比较神奇 因为这时候反折正没有什么淘质的时候 赶紧把他给杀死 是吧 然后这起三个牌 故意要回血了 这已经死了三个反折了 这个肯定是要弹琴回血 把祖宫的状态给再也恢复一下 是吧 好 我们替祖宫打诬陷 让祖宫保持良血 我们自己也是良血 好 这个祖宫开始搞赵云 赵云冲了之后 周泰在补牌 补完牌 看觉得牌还不错 这祖宫没有继续战绝 赵云又来想觉得冲流血 挖不来有八卦来冲我们 结果又被周泰克制 那这样的话 这个佐石就应该是累了 是吧 毫无疑问 开始要打周泰 周泰已经六步去了 还是有点强的是吧 好 这个祖宫看样子要暴死佐石 还是先暴死赵云 感觉要暴死佐石快一点 是吧 赵云跟他决斗的话 那样冲阵还是比较猛的 好 咱们弹琴 继续恢复体力 先不慌 你反正赵云佐石 都是满血 残血的就是咱们祖宗方 现在到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不停的弹琴 就是了 但是就怕手牌被骚扰 你看咱们现在手牌骚扰 下方已经不能愉快的弹琴了 好了 这时候周泰的一个奋机那行 那咱们就又可以弹琴了 起牌再来 好 行 那赵云如果不冲阵的话 周泰是没法奋机的 你冲阵的话 周泰这个奋机就爽了 好 下回又可以弹琴了 你看虽然咱们弹琴回一滴血 然后回合外又被别人打一滴血 但是我们待会再可以弹琴 怎么搞都死不了 反正方跟内阶方 已经看不到希望的节奏 好 我们现在又只剩一血了 待会 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别移木楼玛了 这个操作有点风骚 是吧 完全没必要 你木楼玛不移的话 你完全可以弹琴的 这可以回血的 白白的少了一次回血的机会 这样的话要求逃了吗 赵云为什么不杀我们 选择杀周泰 这是什么心态 这还不是两轮不能弹琴 多么亏 第三轮又不能弹琴 刚才木楼玛传到周泰那里 就是亏大了 周泰被热了一门 好不过赵云暴露出没杀了 那这样的话 赵云归就要死了 一个无限是救不了你命力 好 这个主公救了赵云一命 要拆掉赵云最后一张牌 我们是死不了的 来了一个五中岁友 肯定是可以弹琴的 是吧 再一个杀 再一个杀 再一个弹琴 得了咯咯一弹 赵云 左辞 挨个倒下 是吧 看看赵云死了没 完美的收官 这把咱们神周渝的发挥 可以说是 两个字洗脑 帅呆 虽然咱们不是全场最佳 但是周泰的发挥也是帅呆 多次把SP赵云搞得欲哭 无泪 好 我们这次该进攻的时候 就弹琴掉血 该防守的时候弹琴回血 能攻能守 比赵云还真正做到了能进能退 好 主角ID 赵云 赵云 感谢他的投稿 好 这把又是一个 哎 好 还好 就小卡了一下就回复了 好 主攻又选择了非主流的布置 我们选择这个蔡文基 明显就是来跟布置配合的 是吧 咱们找他 陈琴一次 他可以补两次牌 这个主攻一看就明白了 确认过眼神 我们是你的忠诚 我来去你干嘛呢 一天到大碗给自己掉血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陈琴的话 咱们刚才没有陈琴 这个主攻实在是搞懂 他是杀起的情况 好 这个借小河敦没有刚烈主攻 这应该是跳了十个钟 这主攻一上来 要大使八后卫的贾许 不管贾许是不是反 就贾许的珠环是反了 哎呀 这主攻一上来成了这副熊样 实在是让人头疼 这个借小河敦是 很没有没有修改过 在新商务杀里 借小河敦是可以突破的 是修改之后 手上的清捡的牌 是可以用自己的手牌的装备 就不一定非要是顶着头上的清捡牌了 现在忠诚已经都跳出来了 实际上的四个全是反贼 主攻没有王挫 是吧 好 现在就看主攻能不能不死了 是吧 好 主攻死了没 哎 这个马里面有个9 小河敦来一个刚烈 这边再来一个恩怨 这个卢树 这样弃这个方便化级 来了一次地盟 咱们这个决斗 这样一个杀 哎呀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找没有找主攻 找这个夏河敦 他可以玩清捡 是吧 好 然后再来一个桃圆结议 给主攻回离血 然后给鲁树打无限 你看这个意思 再一个陆思组 再一个莫智 再一个决斗 看看鲁树把鲁树打死 哎呀 看我们这一动干死 两个反贼 同时夏河敦这个清捡 又给了布置四张牌 然后布置又补了一张 他又顶在头上了 好 这个贾许想玩杀 主攻没有成功 你看这个布置 夏河敦的清捡 发挥的多么的好 好 现在主攻一看 不想死了 不瞎搞了 他第一回合说 他不喜欢玩主攻 像那种自杀型的搞法 但现在一看 形势转变了之后 他又不想死了 好 主持跳了一个泪 张辽已经逃跑了 是吧 反正只剩贾许一个了 咱们已经胜利再忘了 咱们是可以杀两次的 再次一个杀 再来陈琴 好 这一陈琴主攻摸式 气势 给夏河敦 赫两次牌 夏河敦两次都清捡 然后插了一下 全部给布置 两张清捡 然后布置再给 夏河敦一张 是吧 这牌已经刷着飞起 好 他主攻为什么要送我们 这不知道啥 这啥意思 是吧 好 把张辽搞了 之后咱们再来一次 陈琴 夏河敦头上已经 五张牌 六张牌的清捡了 这左手一看这情况 赶紧亮出百类库 这把是借蔡文基 布置跟借夏河敦 三个人一起刷牌 这陈琴加这个洪德 加清捡 刷的飞起 是吧 好 这个就上了一个娱乐局 主角司马玉 感谢他的投稿 好 最后把我们又是一个主攻 哎呀 要不要来一个鲁兹非主流一下 这个或者是曹瑞 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偏偏要选一个主流的董卓 这个董卓是极其宠类主 内奸应该会站在我们这边 是吧 好 那开始了 一把暴力牌要搞谁 李卢是个群雄 这个远了就搞不到 我们选择搞流邪 这个我觉得有点诡异 是吧 因为流邪在董卓局还是比较偏中的 因为他这个天命发动一般都是董卓来跟着转牌的 常常这个体力最高的人 董卓应该会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是吧 好 李卢果然挑了个反贼 这个虽然是群雄 但不像是好赢 好 锡子财挑了一个反贼 他虽然先辅的是我们 但是没有给我们补牌 而选择给我们拆牌 当然不是没有给我们补牌 他是叛了黑 选择猜我们的牌 反正是一个幻影 就是了 好 这个五股风灯一开 咱们手上两个杀 有一个杀反正是可以当酒用的 好 看这个流邪怎么搞 挂上八卦 哎 无见证 果然是反贼 谁说流邪在 这个董卓局不能是反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吧 好 这个锡子财这个狠 把咱们扒成 扒成这样 这种熊样了 是吧 又开万剑 这开的是要要我们的命 好 赵云给了他一张桃子 是吧 因为怕他这个给他躺枪而死 好 就来选择决斗元素 一个决斗 两个决斗 再一个杀 哎呦 那这样的话 四个反 一二三四都已经出来了 哎 不对啊 有五个反 内奸也已经跳反了 是吧 这个徐优也跳了一个反 那些奇异卫国 是吧 无奇色 还好开了一个这个讨厌结议 好 元素赶紧行动一下 有结果他直接判魔气过了 是吧 好 曹瑞给我们补了一下牌 现在咱们有点三打五的感觉 是吧 一个杀 然后再一个冰凉春断 减一个上线 反正上线多 好 例如 一个杀 闪 然后要开大 这一分层的话 曹瑞比较麻烦 当然 比优也是比较麻烦 好 这个元素 为什么直接选择掉两去 杀奇幻 好 这可能他不想弃两个牌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打的都有点诡异 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一个忠诚已经倒下了 其实已经从三打五 变成要二打五了 好 就是细子才选择杀这个许优 这个有点诡异 然后细子才是那个潜伏的卧底 否则的话 他不可能不杀元素 是吧 好 那这样的话 看看细子才是不是要跳回来 再我们从三打五 再变成这个二打四 反正总之插两个人 微距 是吧 好 我们继续崩坏 这个李如只杀一刀 细子才这个仇撤 又猜的是徐优 没有猜 我们看来信才就是那个潜伏的内奸 不知道是什么心态 第一轮要高门 好 现在终于这个跳回来了 是吧 给我们补了N多牌 好 来跟拼点 是吧 那我们还拼输了 信才要死 哎呦 结果李如又救了一个桃 李如还是一个蒙圈的状态 是吧 那好 幸亏 这个让李如耗了一个桃子 是吧 你看你救信才 信才对你可以是没有一点想法 直接想带李飞 李如现在才发现不对 已经晚了 可惜这赵云这种保家护航的奶爸 照不下 不管是李如还是徐优都没有死 我没死正好 为什么说正好呢 你看咱们是什么牌 铁锁连环 有火沙 咱们还有一口酒 是吧 待会你们有两个腾甲 而且都是林牌 肯定要让李飞 这个顺手千环 千阳无所谓 一样的这个铁锁有点不爽 那无所谓了 连我们就连我们吧 咱们把刘邪跟徐优也连起来 直接火攻自己 那这样就不要 九火杀 九火杀 咱自己都承不住 但是火攻是没问题的 这李如掉凉血 徐优掉凉血 双的一下子 这个刘邪 这个拆是不用拆 他是名牌 名牌 你还不如杀这个刘邪 让他自己把这个八卦弃掉 就好了 好 这一下子一个南半路心 好 但是一个陶 再一个乐不思绪吃掉 但现在的骑士对我们来说并没有特别的乐观 为什么呢 因为赵云咱们不一定挑了过 好 现在好在来了一个神奇的加一马 有加一马打底 还有木榴有马给我们存牌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才有跟借赵云掰手腕的本钱 否则的话咱跟他单挑 他三血 我们两血 那是不可能有胜算的事 现在的话赵云被卡了距离 搞不着我们去把它现在我们可以慢慢的通过木榴有马存骑子弹 然后争取把它代飞 这个顺努切羊咱们主角做得非常好 不能随便用 要用在关键时候 比如说他亮出了蓝人的长度的时候 咱们就顺了 这个借刀千万不要用 你别千万不要说你借刀可以把赵云的刀搞掉 他死亡不缺杀 而且他回合外杀还可以压脚 是吧 你肯定是要用顺努切羊 把他的这个这个长度给搞掉的 好 赵云是三血了 我们最多也只能回到三血 咱们怎么不想用青龙越刀进攻了 结果赵云的牙脚交错人 是吧 你看 不过最后他牙脚失败了一下 赶紧 这个蓝人弄心搞出去 结果他又有无限可惜 真的是让人给让人郁闷的事情 现在我们是两血 你看摸了个桃 所以刚才进攻有点早 有点早 你看现在还 桃子吃了还得崩快 非常的尴尬 好 反正我们这么多上线也没用 咱们就先崩上线 崩到四上线 三上线差不多的时候就行了 你看这多么尴尬 你非要把它搞成两血 是吧 这一直崩 一直崩 非常的郁闷 现在的话 赵云如果不吃桃子 我们会一直这么痛苦下去 是吧 好 咱们再减少一下 你也到两血算了 那这桃子吃了 或者吃一个桃 崩一下 别浪费 桃子毕竟是好东西 那个鲜密多支 鲜密多支桃 还是可以爽一爽的 好 咱们现在在等待下一波 用青龙音乐刀爆发的时机 现在有四个杀 给人爆一波 这一次牙脚失败 第二次牙脚失败 碰一下子 爆一下 把他压到一血了 这样的话我们又要不开始崩坏了 好 这呦 他来了个八角胜 哎呀 他来个决斗 漂亮 这一下子决斗 等 咱们正好死了 手上不是杀 也不是伞 终于靠着一个动作 把戒赵云给单挑下去了 这把上来极其艰难 西子才一上来潜伏 导致两个忠诚 莫名其妙的 非常悲剧的之王 好在西子才跳回来之后 这个 让我们形势稍微有了点好转 同时反正方自己把自己也打得比较惨 两个人腾甲 零排 又是铁锁 我们抓住机会 一波跟赵云进到单挑 单挑的时候运气非常的好 一个加一把把赵云卡到天荒地牢 然后我们又机智的存了一个顺手切羊 下掉了赵云的长度 稳稳的取得到单挑的胜利 好主角ID叫蔡是原罪 感谢他录下 我们下期再见了 后面开始看看三国 现在是感恩节 马上就要到了 北美的小伙伴们感恩节愉快 好我们接着上期砍 上期砍到这个吕凯 他的一些事情 这是属于云南和永昌的地头蛇 而且他的子子子孙和崇孙都是永昌的一霸 是吧 永昌太守或者是难以校尉 总之是屌人 好 我们现在接着看诸葛亮在南中之后的那些事情 好 诸葛亮平定南中之后 他在南中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来统治这块地盘 这个子图上的记载 第一步 他是把这些少数民族的一些 壮男们都编到 那个这个蜀汉的军队里面 他就正式编制 是吧 他分为五部 有一个非常牛逼的名号 叫做无前非军 所当无前 号为非军 然后呢 这里面的这些不那么壮的人 他就分给这些大姓 这几个八大姓 我前面已经介绍过 是吧 然后至五部都尉 号五子 故男人言四姓五子 这里我一直比较奇怪 这明明有八个大姓 为什么叫四姓五子 不是八姓五子 我至今也没搞清楚这四个姓 这是这八个姓中间的哪四个 是吧 反正这些 这些南中的少数民族的 这清枪啊 什么从人啊 收人呢 是吧 这个诸葛亮里面 选转男给军的这个正式军队编制 这些不那么转的 让那些大姓 给那些大姓们当布局 好 这个后出事表里面也提到了什么突将无前 虫啊 收啊 清枪 陕齐啊 武器齐啊 这些少数民族军队啊 都是诸葛亮从南中搞出来的啊 在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啊 这些人都是出了力的啊 好 这种政策绝不是蜀汉独有的啊 我们的孙权在这方面借鉴的很好啊 当然不知道孙权是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借鉴 诸葛亮的 反总之孙权对付他们三月的政策也是类似的啊 我们知道吴国的地盘 大家从这个地图上看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长江是流过这里 九江市安庆市什么吴湖市 这这条是长江 是吧 这长江以南的这块地盘就是东吴的 大部分都是东吴的扬州的地盘啊 大家可以看非常多的山 是吧 这些山里面的很多一手南宫的堡垒啊 这里的生活的少数民族统称为三月啊 这个图片是三国志十一里面三月兵的一个图片 是吧 撒了吧唧的 那三月的一直是东吴政权的不安定一树 是吧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不安定一树 我们的诸葛克 他是诸葛亮的这个职责了啊 站出来向孙权起因 给我三年时间啊 或者给我三千城管 反正之类的啊 我可以平定三月 然后用跟诸葛亮类似的政策 把里面的壮栏 编成我们的部队 是吧 应该可以得到四万三月人编度军队啊 好 那这三年时间呢 肯定是顺权需要给诸葛克足够的支持 要他让他带着目前的正规军 还要供应三年的后勤 去跟三月来打仗 是吧 当时很多人都反对诸葛克的这个政策 包括他的老爸诸葛景啊 诸葛景还说了一句名言是吧 我以前他提过这个诸葛克的战功 也是心赤家族吧 诸葛景说 你看我这儿子 这不打心无家将大赤无主 太激进了啊 好 那不管怎么说 孙权被诸葛克说动了啊 他给了诸葛克这样的政策 也给了诸葛克足够的支持 三年的时间 让你去折腾 去搞这个三月啊 这是二三四年正好是诸葛亮去世的那一年 是吧 然后一直到二三七年真的用了三年时间 诸葛克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把三月给当时他没有收服所有的三月 只是收服了东吴政权丹阳郡的三月啊 真的搞了大概四万人是吧 然后他自己留了一万 其余的人就分给了啊 那个其他的将领啊 因为东吴的这个兵政 我以前也砍过啊 这是个部曲统兵啊 每个将领啊 都自己有自己的这个私人军队啊 虽然中央有军队啊 是很多将领的什么诸桓呢 诸葛兰呢 什么这边诸葛克啊 这帮人都有自己的军队啊 包括这个顾雍 他的孙子顾成也是跟诸葛克一起平定三月的啊 从这里从他的传记可以记载 可以看来诸葛克得了五亿万人啊 顾成分了八千人是吧 毕竟顾成也是大贵族啊 顾路主张啊 是吧 所以说这个孙权这样的政策 基本上跟诸葛克和诸葛亮对付南宗的政策啊 这个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都是把里面的转栏编到自己的军队里面去啊 好 当然这个诸葛亮还啊 这个南宗政策这个边把转栏编军队只是其中之一啊 还有在第二个说法是 那个不那么转的需要让那些八个大姓成为部曲啊 但是呢这个这个成为部曲人家不干的 你转栏你选出了这这这些人我们给给我们部曲干嘛 我们又不打仗是吧 顶多搞搞搞保安工作啊 好那既然啊那个我们保安工作是用不了这么多部曲的啊 那这样的话诸葛亮就给政策啊鼓励这些八大姓把这些啊这些少数民族的人 人聘为部曲啊你聘的多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官啊可以的的呃让你当一个世袭的官员啊 这个当部曲的话 所以慢慢的这个政策也得到了推广啊 然后诸葛亮啊 还有一个政策是吧 那个少啊 这八大姓里面啊这个愿意积极向中央靠拢的人直接啊调到中央去当官啊 这体现啊这个相当于这个服从中央的王化推广推广这个中央的这个啊这个这个好处是吧 这八大姓剩下的当地人啊就会提提到我们家在中央当大官是吧 所以说你们最好得听我们的否则的话我们中央就会来来来帮着我们收拾你啊 这也是这个加强这个中央对当地统治的一种方法啊 这里面几个著名的一个是这个串席啊 我已经说过是李辉的一个故障啊 反正还是什么的跟李辉是有亲戚关系的啊 还有这个孟严和孟霍是两兄弟是吧 这里说是诸体的啊 前面这个又说什么建林的 所以华阳国字里面这个对孟霍的籍贯的记载是有矛盾的啊 所以咱们就不用纠结那么多了是吧 反正孟霍跟孟严啊 这两个人都到鲁汉当官了 当然当官去了是吧 但是呢 有意思的是这个串席跟孟严都当的是武官啊 这个一个是领军一个是釜汉将军都是跟着诸葛亮北伐的啊 第五次北伐这个孟严还是有记载的 让我看诸葛亮北伐的时候提到过一点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但相反这个孟霍是御史忠诚 这是一个文官啊 而我们在三国演义里面孟霍这种野蛮人的形象 哎 大家没想到在诸葛亮收编之后 他去当文官去了啊 他那个孟严跟篡席都是当的武官啊 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是吧 这个感觉这个孟霍有可能形象并不是这么一个壮蓝的形象 有可能人家是一个文人形象啊 好 然后这个诸葛亮还是还要求当地进贡土地产是吧 金银单膝跟牛战马都要给军国之用啊 大家可以想象这样搞的话啊 那个需要中央的控制力比较强啊 否则的话少知名之分是不会那么老实的啊 这也是他这个蓝宗也不是这像传说中的那么安稳的原因之一是吧 毕竟他有点压榨这个蓝宗的资源来支持中央北伐的这个意思是吧 好 诸葛亮的蓝宗政策呢 还有一点就相当于是蓝人自蓝啊 就像我们现在的流行化啊 这个汉景春秋还专门记载了一段啊 别人劝诸葛亮你不能这样啊 诸葛亮才扯了一堆大道理啊 那显得诸葛亮很高明啊 实际上这种方法 这是长期以来的政策啊 在这种边长莫及啊 偏高皇帝远的地方 大部分政权都会用这种方法 让他们当地人那个自治 有点像自治区这么个意思是吧 最著名的啊这种搞法 那就是西汉时期这个陆伯德的 是这个事情啊 这是焦州外域记记载的啊 这个陆伯德是汉武帝的时候 帮着汉武帝平定焦子 就是越南那边的叛乱啊 顺便他还攻占了那个海南岛 是吧 所以现在海南岛还有陆伯德的这个像 他也是第一任福伯将军 是吧 这个马源是在后面的福伯将军啊 陆伯德平定这个越南啊 焦子那块地方的时候 那地方有很多叫做洛将啊 这个洛伯德当时就是让那些洛将 继续统治当地的人民啊 同时这个焦子的这个月月 这当时应该是不叫不叫敏月 反正叫蓝月吧 是吧 那个反正月王给了两个使者啊 这个呃去拜见 陆伯德表示臣服是吧 陆伯德就让这两个使者当这个 这些焦子啊和九征郡的太守啊 这个标准的焦人之焦啊 这种这种这种玩法啊 所以诸葛亮也将来是沿袭了啊 这个啊一种政策啊 毕竟南中有点鞭炒莫及啊 还是他们那种取率能用就用啊 只要中央他们能够认可中央的太守啊 不要给中央捣乱 老老实实的教那些啊 这个中央找他们教的东西就可以了啊 当然那这个不可能是这么美好的是吧 这南中是一直有大大小小的叛乱 在诸葛亮活着的时候也是如此 但是也不能说诸葛亮是完全没有做到啊 毕竟一口不能吃到吃成一个大胖子啊 诸葛亮还是已经控制了一定南中的这个地方 也是从南中压榨了一定的物资来支援被罚的是吧 毕竟那些军队啊那些什么无前非军呢 是吧那些轻枪啊是吧那些从人收人的那些人确实是为被罚做出了贡献的啊 好那今天先看到这里我们下期接着看啊 这个后面呃南中之后此起彼伏的叛乱 我们下期再见再次祝啊北美的小伙伴们感恩节愉快